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顾外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的重点来给大家讲一下有色当中的铜 首先呢,核心的观点放在前面 我认为像有色当中的铜行情呢,还只是开始 今天呢,虽然说达到一个小的高潮,但它不是结束 那么重点呢,我们从古气联动的一个视角,先看一下互铜的一个走法 好,那么像互铜这一块呢,格外值得注意 那么像互铜,它是属于非常强势的进行突破 那么像互铜指数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再一次跳空高开,向上突破 那么突破过之后呢,咱们前面也给他讲到过 在开始之前,也就让大家的重点去留意 像互铜方向所代表的像同关,同相关的概念购物 像紫金矿业也好,像江西铜业也好,等等 那么对于整个互铜指数呢,它属于超级 从2000年到当下,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超级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收敛三级形成的突破 好,小的级别呢,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突破之后 回撤,回撤,确认,就是大平台突破之后呢,回踩确认,然后再向上突破 所以说呢,对于整个互铜这个方向上面来讲 个人认为呢,它还是有积蓄新高的可能和空间 那么它对应的走法呢,无外乎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的话呢,是积蓄 积极新高,逼空,这是一种走法 而且呢,这种走法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种的话呢,它出现,诶,回撤一下 然后呢,考验一下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回撤一下,最近反弹,所以说呢,对于互铜这个方向 包括了铜起,在我看来的话呢 手中有的觉得呢,还会有空间 那么呢,手中没有的有回撤,还就是机会 那么重点要盯紧核心的标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有事当中 我们重点呢,来观察与同相关的个股 相关的个股里面的话呢,其实咱们前面重点所捡到的 今天基本上都是以涨停来进行收盘 例如像紫金矿业,云南铜业,江西铜业,西部矿业 好,像铜铃有势 那么像其他的话呢,表现稍弱一些的 那么今天也是全面翻红 没有一只个股下跌 那么重点来了 那么像今天涨停的这五家个股当中 再接下来的话呢,它必然会 有进行成功的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撤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个人视角 我觉得呢,像紫金矿业和江西铜业 这两只的话呢,可以把它作为龙头的对象 而云南铜业,西部矿业,铜铃有色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小弟来对待 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像紫金矿业的话呢,像今天它是属于一只板 而且呢,它的一个分担是非常强劲的 买一是136万手 买二的位置呢,是11万手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色的趋势龙头 来看待一步为过 然后的话呢,像云南铜业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咱们前面给它解读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向上离开段的 这样的预期,考察能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对应的是向上离开段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它是有机会走中枢延伸 好,但是呢,像江西铜业为什么要重点去讲呢 它是属于大的中枢平台 上方勾住小的次级别的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而且它是属于趋势突破 所以说呢,相比之下 紫金矿业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江西铜业呢 可以排在第二位 而后面呢,像西部矿业 也好,像同龄有色也好 同龄有色呢,其实和刚才的云南铜业 它的技术图形是相近的 那么像西部矿业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因为前面,它走过一波 这样的拉伸比较明显 而且机率的涨幅比较高 所以说呢,更多的可以把珠一币 先放在紫金矿业上面 后面呢,放在江西铜业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走强 继续近期 但是呢,一旦呢,再冲高的话呢 达到300的高度 或者是最高达到400的高度 我觉得呢,大概率 再往上冲的话呢 它可能也会 整个方向也会面临调整 但是调整过之后 那么对于整个同方向的 个股来讲 觉得呢,结合互同的指数的一个走势 后面呢,可能还会有空间 像刚才咱们讲到 像稀土方向呢 叫防范短期 可能调整的可能 因为呢 当前市场的一个主角 在有试 有试的主角在铜 铜过之后 才是铝 铝过之后呢 才是稀土方向 好 那么铜里面的话呢 像紫金矿业和江西铜业 可以当成重点来去看待 那么如果说手中 有的 那么呢,如果说是这种核心标的 那么呢,可以 底仓部分呢 可以轻易的留着 那么如果是没有的 等待他给你一个回次 就是等待未来有回次的机会 那么我认为呢 还会有 就算还是可以 继续去把握 重点的话呢 还是要结合整个互铜的走势 互铜的话呢 可以利用时间差 例如说晚上 以及呢 早上九点 那么呢 我们来看 如果说互铜持续走强 那么呢 与他相关的 铜相关的个股 那么呢 还是有机会持续走强的 铜回落过中呢 结合互铜指数的一个 走势 它属于 超级大平台的 收敛三级型突破 结合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那么呢 他后面要么持续走强 要么回踩之后再走强 所以说呢 同的方向 我觉得呢 还是会有机会 这也是咱们在 节前 就是在开盘 开始之前呢 重点给他讲的一个核心方向 那么呢 后面呢 可以持续跟众 好 这是咱们今天 这个视频给他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